哈囉 哈囉 這裡是板橋 新北的板橋區 金門街215向76至22號 那我們今天在Corolla Cross的社團裡面 來開直播 跟隨我們來分享這一款車 有人上線了 好 有車有上線了 來我再重複一下 這台車我們在Corolla Cross裡面 當然車款就是Corolla Cross 然後這裡是新北的板橋 金門街215向76至22號 這裡算是一個小小工業區 然後這是我們北區的服務據點 那今天這一款車我們來請我們的 祭司 來 孟婷幫我們掌勁了 來 經理來介紹一下 這款車Corolla Cross 是今年才剛上市 記得這個月 11月初 我們在KT的網站裡面 在粉絲團裡面 有介紹這台車 那那一台車 其實呢 那一台車是未來要安裝的 是KT的氣壓式避震器 而且是在北部 如果有機會的話 照片跟影片是一定會有 但是如果有沒有辦法直播的話 就要看經理當時的一個工作狀況 那今天經理特別 從台中坐高鐵來台北來直播這款車 因為Corolla Cross 這台車的車友 許溫度 從這個月月初到今天 11月30號的許溫度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剛好北區的營業據點 有安裝這款車 所以經理特別來介紹一下這台車的 安裝KT道路版的一個細節 那這個據點在板橋 這裡的話 比我們KT的總公司 設備還要更豐富 有全套的進口的安裝工具 另外這裡也有定位機 所以直接在這裡試車也好 然後安裝定位都能在這裡一併完成 而且這裡的路其實不大條 但路面狀況不好 所以直接在這裡可以測試KT的舒適度 表現如何是最棒的一個路況 那今天這款車Corolla Cross 這個是今年才上市的車款 前面的系統就是TNGA的底盤 但後方的話不是多連桿的系統 後方是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算是TNGA的某一個底盤代號 那後方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它的彈簧原廠預載值很高 這個算是現在的趨勢 所以現在的TNGA它的底盤系統 後方的彈簧的公斤數 會盡量往下壓低 那它的阻尼 它的阻尼行程也是坐長的 所以這台車其實如果 只是要好看的話 那車友不是很在意乘坐感覺的話 那倒也可以了 改個短攤簧讓側高來降低也是OK的 這款車原廠它的輪輪到輪胎的上緣的話 大概是67到68mm左右 那今天有預計 有問題 5指幅 5指幅 就大概5指幅 5指幅左右 那今天有預計要降低 降低到3指幅左右 但這款車其實還可以降得很低 大概是1指幅到2指幅左右 可是這個Cross的車款 一般來說 車友比較少會降到那麼低 但是經理剛剛有提過囉 我們KT有出這一台的氣壓式幅升器 大概再過一兩個禮拜 就要安裝了 可以密切注意一下 我們KT的粉絲團的一個公告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款車 Color Close 它的後彈簧 脫一臂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統身 它的上座 一般這種小車 從以前 像是 YURIS好了 或者是FIT 它都是做一個橡皮對甲 橡皮對甲的拆裝方式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它只有一顆螺絲 然後需要把內裝把它拆掉 但現在這款車 跟一般時下的TNG 底盤的後上座很接近 它的上座 是不需要再拆裝內裝的 直接在內規板裡面的上方 有兩顆螺絲拆下來 就有一個很蠻大型的上座 所以這一個上座的話 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這個阻尼 講當然了 TOBOTA的車一定坐得很舒適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軟 非常軟 這台車只有開了一千公里 對吧 開一千公里了 所以這個行程 可以看到還蠻長的 所以像這種車款 如果浪費掉的 大概三公分左右的高度 裝個短彈簧也還可以 可是如果是 TNGA底盤的 Auris 或者是十二代的 Artist 或者是RAV4五代之類的 它的後面的行程 因為擺幣的關係 它設計得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那幾台車款 後方的話就不太建議 改短彈簧 那這一台車的話是還可以 允許浪費掉那三四公分的 短彈簧的行程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那前方的避震器 跟一般的TNGA 很接近 它的規格跟CHR 超接近的 它有一個上座 那這個上座的話 不需要沿用原廠 KT就有附一個新品的上座 雖然這個車還很新 上座也都還沒壞 但是改裝KT 有一個好處就是 即使不用再把這些東西拆下來 然後有轉接座 還要沿用之類的 直接KT的避震器 後方就可以直上 那它有一些小小零件是 這個有離載線的固定點 那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跟ABS感應線 這些的位置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扣具 這個全部都是做 跟原廠一樣的規格 那這一台車前面 在改裝避震器的製造上 其實沒有特殊的難度 只要行程做得OK 然後阻尼做得好 彈簧設計配置的OK 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 尤其是KT所配置的前面彈簧 為了這一台車 打了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前面不是做紙捲式的 紙捲式的彈簧不是不OK 紙捲式的彈簧它可能 比較適合 像是雙A的懸吊系統 比如說Lessus的IS系列 它前面是雙A懸吊 或者是經理很久 20年前那時候玩的K6 K8的體系 它是雙A懸吊 它前面的話就比較適合 用紙捲式的彈簧 那如果這一台車想要很禁忌的話 那可能也比較適合紙捲式的彈簧 但是大家都知道 Corona Cross它是休旅車 所以還是比較適合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燈籠狀的彈簧跟紙捲式的彈簧 它的差異性是在燈籠狀的彈簧 這個形式 它的上下作動的行程範圍 能夠多出35% 那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也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舒適度自然就會比較好 但是這一款車前面的彈簧選擇 沒有後方來得重要 因為後方的懸吊系統 它是拖一臂的 可以看到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線跟線的之間的距離拉得比較開 所以這一款車如果後方是配紙捲彈簧 那糟糕了 這一台車如果後方是配紙捲彈簧的話 那可能乘坐的感覺就會偏向比較近近一點 所以這一款車KT把後方的彈簧 拉長大概到25公分左右 那公斤數的話是配這一款車後方的車重 加上拖一臂所適合的4公斤 那4公斤的話它會乘坐起來 就變得比較如果要操控的話也還OK 要舒適的話也還能夠兼備到 那最主要的不是長度也不是公斤數 最主要是彈簧的形式 所以後方的彈簧KT所打的規格 打了一個葫蘆型燈籠狀的規格 讓它的乘坐的舒適感才能夠比較好一些 那我們來看看裝上車的樣子好了 這個後方會有幾個重點 它的上座 原廠的上座是在這邊 它有一個斜度有一個傾角 一般像這樣拖一臂的後方避震器的設計 它可能會設計成直的 但這一款車它為了讓它的反應會更好 所以有做了一個傾角 這個傾角一定 沿用原廠上座的問題會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正常來說 會在上座的下方 會有一個調整旋鈕 可是這款車KT的設計並不是這樣 我們把正叉做成倒裝的形式 所以它調整鈕就變成阻尼的旋鈕 在下方拍得到嗎 這裡 從這個地方可以來調整它的軟硬度 從這裡 所以車子也不用頂起來 我們把手 勾到輪胎的後方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阻尼的 但是因為它本來的阻尼旋鈕 如果坐在上方的話 由上往下看順時針是變硬 所以現在顛倒變下方了 所以由下往上看順時針才是變硬 所以它的方向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上座要沿用 這一個後面的彈簧 就是剛剛經理有介紹了250場4公斤 這個彈簧的上方 它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叫Hilo Key 這個Hilo Key 這台車記得是要放在上方的 上方的話 下橡皮是要沿用 上橡皮也是要沿用原廠 上下橡皮都要沿用原廠 這款車它上下橡皮 都是沒有斷擦面的 所以Hilo Key的話放上方的話 是會比較建議 那其實這款車它的下方的橡皮 是內徑的話是62.5 這個車我們所專用的規格 也是做62.5 反正這台車KT用了很多的心思 都是給這台車做了很多的規格 都是給這台車所專用的 包含這個行程 做到17.7公分 所以它的行程長度也還很夠 所以乘坐起來的舒適度 也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是這台車後方的設計 後方的設計 這個貼紙看起來好像不太一樣對吧 這個是KT 經濟版的貼紙 這個是經濟版的 這個是後方 那後方結構還蠻簡單 我們在拆裝的時候的工時 也還蠻順利的 蠻省省時的 那前方的話 它需要把它的上式蓋把它拆掉 因為這個TNGA底盤 像是我們之前在介紹的 它的上座 有一個飾板 這個飾板是薄薄的一片 可是這個飾板會擋住 會擋住它要調整 阻尼調整的一個旋鈕 所以我們開了一個小孔 讓它旋鈕時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會比較好調整 那這開這個孔 它也不會影響到任何的一個結構 因為這個板子 它基本上很薄 最主要的強度 還是要靠手招 所以我們在這裡開了一個小孔 從這裡就能調整到軟硬度 往順時針 H的方向就變硬 往S的方向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它本來這裡還有一個小試蓋 如果要調整的時候 這個試蓋稍微掀起來 從這個地方就能來做調整 這顆引擎 1.8升的 它配上CVT 節能效果算是不錯 所以這台車 一上市之後就熱賣 所以也是因為熱賣 經理也知道這個車 車有很多人都反應這台車 有比較舒適 那舒適並不是不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比較激烈操控的時候 萬一有遇到什麼特殊的狀況 要變換車道 它的底盤的一個操控的極限 恐怕就沒那麼高 所以做一個初步的改裝 譬如說我們把避震器升級 或者是把輪胎的尺碼再加大 讓它的扁平比變得更薄一點點 那它的操控的極限就會更好一點點 就比較接近一般轎車 或者是歐系休旅車一個底盤乘坐的感覺 所以操控起來會更好一點點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 如果家人或者是乘載小朋友 座後座應該有很多的乘客 會反應說這台車座後座很容易會暈車 因為很礦 那改了避震器之後的改善的狀況 一定會改善非常的多 因為它在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 就會改善很多 那坑洞處理的能力 也會縮短這樣的時間 所以操控起來的細膩度的話 就會更好一點點 那前方的話我們來介紹一下 安裝上去的樣子 這個前方這條就是KT所為了 Corolla Cross所專用的彈簧 一般直捲式的彈簧 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距離 會比較密集一點點 所以這條彈簧它的外徑做到125 所以它的一個作動的行程 能夠多了35% 這樣會逆光嗎 可以 這個會多了35% 所以它舒適感也會比較好 那像這樣燈籠狀的彈簧 我們在作動的時候 它一般直捲彈簧 它可能是直上直下 但是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一部分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乘坐起來一定會比較舒服 那KT的用料也得要來 好好特別介紹一下 像是KT所選用的一個主停友的話 我們是使用義大利一整筒 大概200L進口 義大利IP的主停友 這個主停友厲害是在於 像是義大利有一台 很知名的重型機車的品牌 叫Aproilia Aproilia它的前叉 還有後避震器的指定用主停友 就是一律使用義大利IP的主停友 它的主停友大概是台灣的 2.5倍到3倍的價錢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使用那麼好的油品 那這麼好的油品 其實用久了之後 它還是會烈化還是會甩退 但是它所甩退的時間 會比一般的油品 還要來得更久一點點 這個是主停友的部分 另外這個是日系車 Toyota的都是日系車 日系車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很多的車友會推崇的是 日本避震器裡面 有一個還蠻不錯的品牌叫Tim 那Tim它的耐用度出名的是很好 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油風的話就是攸關到避震器的壽命 很重要的一個零件 油風我們是跟Tim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 日本NOK大概一顆的單價 大概是台灣的7倍價錢 但單價那麼高 KT還是一直在使用 因為它的品質就相當的不錯 所以KT的一些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KT本身其實並不是 唯由他常來做代工 我們工廠經理之前 常常在直播的那個地點 就是在台中的檀子 那一邊的話 是台中的製造工廠 那這裡今天直播這個地點 是在新北的板橋金門街 詳細例子的話 如果有需要 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這裡的話 設備非常齊全 而且直接就有一個定位級 可以來做一個全套 就安裝調教 還有做定位 全部都能在這裡完成 所以如果在新北地區 甚至北市的話 到這裡也沒多遠 很歡迎 車友們到這裡來了解看看產品 那這裡的老闆 我們的小夢 這裡的話也有提供實車 可以讓車友們來了解 來試乘看看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營業的據點 設備都很齊全 如果車友們想要了解詳細的地方 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然後我們再回到避震器的部分 這裡離載串的固定點 跟原廠一樣 不用再多花錢買可調式的離載串 買強化的離載串 不用不用 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很OK了 而且原廠離載串的品質相當不錯 就算我們開了八萬十萬公里之後 這個離載串有可能 有可能壞掉 那也沒關係 我們換成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所以換KT的改裝的避震器 日後就不用煩惱 這個離載串還要再跟KT買 或者是有特殊的規格 都不用 直接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上去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裡全部固定位置 都是比照原廠一樣 完整度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些全部 全部都是 for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車 新到連這個線都還在 這個CAMBA的線都還在 所以這個車都還是新車 那這款車 如果有任何 線上有任何問題嗎 有人有提問嗎 沒有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其實KT的話 我們在不論這裡是新北 甚至是再往北的基隆 這裡還有桃園 新竹 那中部的話 我們也有中區的經銷商 飛魚底盤企業 南區的話 也有很多的車友可以服務 像是雲林的話 雲林佳新 然後台南 嘉義也有 嘉義也有 嘉義有一間店專門在改 一些馬自達的車系 驛展 台南更多了 高雄也有很多高雄的 永逸輪胎 在三明區 還有在 仁武 屏洞的話也都有 甚至是 花蓮 宜蘭 台東都有可以服務 安裝的據點 那如果 車友們有想要疑問 在哪裡安裝 可以 離車友們最近的話 都可以詢問我們小便 甚至是說 KT有一個 提供一個服務 就是 有很多的車友 之前可能前一台車 不是Corona Cross 改裝過其他品牌 避震器 但是乘坐起來的感覺 沒有很好 那KT有提供實車 有實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試乘之後 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 因為避震器其實 每個人想要的感覺很主觀 你問經理好不好做 這個我老王賣瓜一定說 自己的產品是OK的 但是每個人想要的感覺 會不太一樣 所以很誠摯的 邀請車友們 可以跟我們小便約看看 可以來試乘看看 像明天的話 在KT工廠裡面 就有四台車 都要來試乘 都已經有預約了 所以如果 有想要預約試乘的話 都可以來 歡迎來試乘看看 那經理 大概在還沒有從事 這個行業之前 是在銀行業 所以經理很喜歡 講一個大數據 所以我們在製造避震器的時候 都是講數據 都是講科學 那我講一個例子來說 好了 我們在試乘 車友們來試乘之後的成交率 大概有九成三左右 一百個車友來試乘 有九十三個 都後來都會安裝 所以 要講這個數據 九十三%的原因 是因為 KT的產品 其實 不敢說一百分 但是 如果一組改裝的避震器 能夠達到大概 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市場 滿意度的話 那這一組避震器其實 就還應該還蠻厲害 所以來試乘的一百個車友裡面 有九十三個都有安裝 所以如果車友們 你覺得 KT的乘坐感覺 想要先了解 看看的話 歡迎 都可以 我們小編都可以安排 來試乘看看 來比較看看 來體驗看看也都可以 試乘之後不滿意 直接打箱也沒關係 那這個地點 是在 經理再講一遍 是在 板橋 新北的板橋區 金門街 幾項 21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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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2號 那如果 所以我們 有想要來這裡安裝 也很歡迎 就 我們 如果不想這裡的聯絡方式的話 也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那經理今天的 Corolla Close的直播 就到這裡 那應該 過幾天的話 應該有 有機會 再來分享一下 現在非常非常夯的 氣壓式的避震器 氣壓式的避震器 KT可厲害了 氣壓式的避震器 KT有限量 100套 6萬8千元 6萬8千元 這個的話 如果對氣壓避震器 不太有概念的話 不曉得 6萬8到底是貴還是便宜 如果以這樣的配備 大概市場行情的話 大概10萬塊左右 因為是四輪獨立的 然後有記憶 還有APP也可以控制 不論是安卓 不論是iPhone 或者是車上 也有附一個有線的遙控器 很精美的有線遙控器 所以這樣的配備 大概10萬塊 KT我們打了100套 6萬8千元 現在應該剩下2、30套左右 光今天禮拜一就接了6套了 所以所剩名額是不多 那這款車 在過沒幾天 也有一台車 要安裝的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如果經理有機會 照片影片一定是有 但是有沒有辦法到現場開直播 就得要再安排看看 那如果對氣壓式的避震器 有興趣的話 也很歡迎跟我們小編預約 要試乘 也都有氣壓的避震器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完成就好